今天需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岩树台风逐渐远离台湾了 但是它为新竹县尖石箱 带来了丰沛的雨量 而且还发生了 这个土石大面积的摊房 不只是道路没有办法双向通行 大量的土石也流入了 绣篮野溪温泉 导致附近有两家温泉民宿遭水淹没 相公所在第一时间 强制撤离沿溪的五物民宅 变波土石不断大面积往下滑动 扬起大片尘土 附近民众见状惊呼连连 远远一看大片土石从山顶上滑落 随后大量泉水也跟着倾泻而下 土石滑动画面玩如电影 世界末日场景 山头整片崩坏 十三号早上十点多 新竹尖石箱逐六十线 三十一公里处 发生土石大面积摊房 双向道路无法通行 大量的土石流入秀然野溪温泉里 造成白石溪堵塞 溪水溢出路面 附近两家温泉民宿遭水淹没 都淹到半城楼 冰箱啦 电视啦 什么都被淹没了 安全也是发生这种事情 水量都已经挪到这个马路这边了 为了安全起见 秀然国小上午立即停客 全校师生和沿溪五户民宅 强制撤离 秀然村居民则是预防性撤离 崩塌的范围非常的大 总共大概一百九十几位的 村民跟师生 我们先撤离到我们田埔的部落 逐六十线是通往司马库斯 与星光部落的重要道路 台风夜尖石和五峰山区 雨量一度破百 一早天气放晴 吐石大量崩塌 阻绝连外道路 短时间内恐怕无法抢修完成 目前那个坦塌面积蛮大的 连道路跟河床都堵塞到了 可能没有十天半个月 应该不会通 地区如果是再严重的话 是影响到整个后山 把那个地区都已经冲掉了 居民好担心 只能先撤离家园配合安置 等到状况稳定再回家 这有徐志迁新竹报导